3月22号呢 长州市武进区血验镇 发生了两起奇怪的道歉案 为什么说奇怪呢 因为呢被盗的竟然是两个牛巢 这牛巢的顾名思义就是用来喂牛的 这有什么值得偷的呢 那个电灯山林车走的 人家就看到了那个牛杂 就知道是他们家的 这个他说我全付了一起 这样是 即便家里遭的气 作为主人的公事我自己却没太在意 你总会发现没有的呢 通过调取周边监控 丙锦在近日将三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案件破了 被盗的牛巢也找了回来 可公师傅至今也没明白 三个人偷这个东西究竟要干什么 丙锦就是塞鼻坏坏的这个吧 就是这个还是这样 丙锦告诉记者 被盗的牛巢其实是两件古董 有几百年的历史 如今价值好几千块 而他原本也并非用来喂牛的 这个牛巢呢 是明末清初的 那个咱们现在老百姓叫他牛巢 以前呢 是用来有钱人家用来祭祀用的 目前警方正对戴某 李某和陈某三人做进一步调查 我好看待会儿了 我好看了 好看一看 这次了 我好看你